一个幸福美满的加拿大华裔家庭在一天深夜 被三个突然闯入的劫肥 打破了原本的宁静 女主人被枪杀当场死亡 男主人身受重伤 生死难辩 但他们的女儿却毫发未伤 这场看似意外的入室抢劫的背后 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而幕后的真凶就是那个 一直在家中伪装成乖乖女模样的地狱女孩 2010年11月8日深夜 加拿大万景市的警察局 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电话那头一命年轻女子惊恐地说道 舅舅我 有人闯进了我的家里 我听到了枪响 接到报案后 警方立刻赶往了报警人所提供的地址 这是一栋位于万景市高级住宅区的两层小别墅 刚一到达 警方就在别墅的门口 发现了一名浑身是血的中年男人 在将男人送往医院后 警方进入了室内勘察 随后在地下室内的沙发上 警方发现了一名已经没有气息的中年女人 她身旁的毯子和沙发早已被血迹尽透 看起来十分可怖 令警方调查后确认 受伤的中年男人 是这座别墅的男主人潘汉辉 被害的中年女人是女主人何必侠 而打报警电话的则是他们的女儿 24岁的珍妮福潘 警方到达现场后 发现了被绑在二楼楼梯上的她 但很奇怪的是 珍妮福看起来除了略受惊吓之外 身上并没有受任何伤 作为本案唯一的目击者 珍妮福随后便被警方带回了警局进行询问 据珍妮福所述 11月8日案发当晚 她在自己的房间内休息 妈妈和陛下是在9点钟下班回到家中的 当时她还听到了父母在客厅中说话 这之后不久他们家中就闯入了劫匪 拿枪指着他们向警人要钱 珍妮福见状交出了自己准备买手机用的2000加笔 但是劫匪并不满足 还想继续索要更多的钱财 之后珍妮福就被劫匪用一根鞋带 将双手反绑在了二楼的楼梯栏杆上 她的父母则被劫匪带入了地下室 之后她只听到几声枪响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交代完以上信息 珍妮福就在审讯室中嚎啕大哭起来 俨然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 珍妮福的这份证词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但办案经验丰富的警方 还是发现了一些疑点 疑点一 珍妮福的父母被闯入的劫匪枪杀 但是珍妮福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甚至没有被蒙住眼睛或殴打 如果劫匪杀害她的父母是为了灭口 为什么会偏偏放过珍妮福呢 疑点二 在珍妮福的证词描述中 劫匪除了枪并没有携带其他工具 可警方调查后发现 珍妮福家中的门锁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 那么劫匪是如何闯入珍妮福的家中的呢 疑点三 如果劫匪的目的真的是入室抢劫 为何他们只拿走了部分现金 却没有带走珍妮福家中的保险柜 和停在地下室的两辆豪车呢 但是种种疑惑 警方在几天后 再次传唤了珍妮福 打算重新对她进行询问 这一次 警察将她带入了一个有摄像头的房间 并再次向她问出了第一次问过的问题 但珍妮福这次的回答 和上一次却有微妙的不同 比如 她第一次说 妈妈回来时我在房间 这次却变成了 我下楼和她打了招呼 第一次她说给了劫匪2000加币 这次却变成了2500加币 随后警方又问她 当时双手被反绑是怎么报的警 并要求她掩饰一下当时报警的姿势 对此 珍妮福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 珍妮福以上种种奇怪的表现 让警方加深了对她的怀疑 但问话的警察并没有惊动珍妮福 而是不动声色的离开了审讯室 准备看看能否有更多发现 随后警方就在监视器画面里看到 独自在审讯室里的珍妮福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和先前被问话时 动不动就渲染玉气的样子截然不同 她突然站起来 在房间里焦急地躲步 口中还若有所思的嘟囔着 是我漏掉了什么吗 这一发现 又进一步加深了警方对珍妮福的怀疑 但是警方并没有实质性证据证明 她与这起案件有直接关系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11月15日 案发4天之后 珍妮福的父亲潘汉辉 在医院中醒了过来 才揭露了珍妮福 与这起枪杀案之间的联系 从昏迷中缩醒过来的潘汉辉 用尽全身力气 告诉了警察一个关键的细节 她说 当晚挟持他们的劫匪 一共有4人 在她即将被劫匪关押 进地下室时 听到女儿珍妮福 在和其中一个杀手谈笑风声 两人的语气 听起来就像是朋友一样 并且只有她和妻子 被劫匪限制行动 而她的女儿珍妮福 可以在房间内自由行走 掌握了潘汉辉提供的线索后 警方更加确定 珍妮福与这桩案件脱不了关系 接下来 警方随之检查了 珍妮福的手机通话记录 这一检查 可谓是有了十足的证据 证实了珍妮福的罪行 通话记录显示 在案发之前 珍妮福就与几个人 有频繁的联系 这几个人 很可能就是当晚出现的劫匪 之后 警方为了观察珍妮福是否有异常 在她母亲合必辖葬礼的那一天 又故意派人跟在珍妮福的身边 发现珍妮福果然有些古怪 在葬礼上 她的身体十分僵硬 还时不时偷看警察 注意力全然不在出病的母亲身上 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流 葬礼结束之后 警方再次要求珍妮福去警局问话 而在此之前 警方已经对锁定的自民嫌疑人 进行了审讯 而这四名嫌疑人的供词 通通都说 他们是受人指使 幕后黑手就是珍妮福 这一次接受询问的珍妮福 面对的是来自父亲和杀手的双重指人 在审讯室的高压下 珍妮福终于崩溃了 向警方承认 是她买凶杀害了自己的父母 并平静地想出了背后的缘由 潘汉辉与何必侠原本都是香港人 后来辗转去了越南 又因为越美战争 在1979年 不得不以难民身份移民到加拿大 二人在加拿大成婚后 生下了女儿珍妮福和儿子菲利克斯 作为移民以待 潘汉辉与何必侠只有勤奋努力 才可以在加拿大安稳地生活 一开始他们在工厂打工 拼搏了十几年 生活终于有了起色 在2004年的时候 他们买下了一栋别墅 两辆豪车 同时还拥有20万的存款 但即便家中已经有了不少的存款 作为在加拿大白手起家的华裔父母 他们也没有因此而降低对自己孩子的要求 珍妮福从出生起就被规划好了人生 那就是打入白人社会 从而改变阶级 珍妮福从四岁起 就在父母的安排下开始学习钢琴 而她也没有让父母失望 从小学起获得的各种奖杯 就已经摆满了一柜子 另外她还在父母的要求下 学习了花样滑冰 目标是参加2010年温哥华的冬奥会 从六岁开始 珍妮福就每天五点半起床练习滑冰 晚上十点左右才能回家 到家后还要写作业到后半夜 珍妮福如此努力地练习滑冰 就是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然而由于过度训练 她膝盖忍带撕裂 再也不能成为一名花样滑冰选手了 但是父母对她的管控并没有放松 依然让她参加其他的兴趣班 有长笛 游泳 中国武术等 妮福唯一会赶到放松的舞蹈课 却以父亲 以没什么用为理由给取消了 为了严格把控珍妮福的学习质量 父母从不允许她参加同学聚会 所有时间都必须用来学习各种技能 每天一下课 父母就会到学校把珍妮福接走 而后全程监督她的课外活动 珍妮福的童年 就是在无尽的兴趣班和坐体中度过的 在虎爸虎妈的严格教育下 珍妮福再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成为了学校的优秀学生 不仅被大学提前录取 还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珍妮福从父母期望的知名大学医学系毕业后 去到了一所儿童医院 担任配养医生 看着女儿在他们的栽培下 一步步实现了他们梦寐已久的中产梦 这让珍妮福的父母倍感骄傲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珍妮福的优秀不过是一场谎年 初中以前 珍妮福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 但是自从高中去了一所私立的教会学校后 珍妮福的学习成绩就开始有所下降 除了音乐之外 其他课程 她拼死拼活也就只能拿到币 后来还因为微积分课程没有通过 导致她连毕业证都拿不到 还被大学取消了提前录取 然而在珍妮福要求严苛的家中 这些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于是从那一刻起 在父母制造的高压值下 珍妮福从一个学霸乖乖女 变成了一个满嘴跑火车的撒谎精 她不仅伪造成绩单 让父母以为她在高中一直拿全A的成绩 还在被大学取消录取之后 每天假装去上学直到毕业 谎称拿到的奖学金其实是在餐厅偷偷打工赚的钱 但是纸哪能包得住火呢 在事情终于败露之后 珍妮福的父亲恼怒不已 想把珍妮福赶出家门 但在珍妮福母亲的吉利劝说下 最终还是将女儿留了下来 但是夫妻俩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珍妮福必须复读高中 并且申请到大学 成为一名医生 除了在学业上欺骗自己的父母之外 一直以来假装乖乖女的珍妮福 只是早在高中时 就有了一个小混混男友 在珍妮福高中的时候 她的父母为了让她保持好成绩 从不允许她单独和朋友外出 这种极度的压抑 让珍妮福开始偷偷叛逆 她遇到了一个名叫丹尼尔的华裔男孩 她和这个男孩很快就在一起了 珍妮福没想到 竟然有男孩可以如此喜欢她 她不需要她学习好 也不需要她会弹钢琴 或是有其他什么特长 谈恋爱带给珍妮福的 是前所未有的快乐 于是她经常逃课去丹尼尔家中约会 深陷于逃脱父母掌控的快感中 在珍妮福与丹尼尔谈恋爱的事情被发现后 父母没收了她的手机和电脑 珍妮福只有在父母的先督下 才能使用电子设备 严禁她与丹尼尔联系或见面 父亲甚至告诉珍妮福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别再想和丹尼尔来往 畏惧父母的珍妮福 在这段时间只能表面答应 再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地与丹尼尔见面 在谈了一段时间见不得光的恋爱后 男友丹尼尔对这种二十多岁 还得背着父母偷偷谈恋爱的关系 感到非常厌烦 选择了与珍妮福分手 两人分手后 珍妮福非常伤心 并且在得知丹尼尔开始与另一名女神约会后 更是精神崩溃 他谎称丹尼尔的新女友 寄子但威胁她 还说对方会派人来轮奸自己 以此来博得丹尼尔的同情 但是这点小伎俩 对于丹尼尔压根不受用 珍妮福的生活 被一个又一个问题搅得一团糟 而她的父母依旧在不断地逼迫她 就这样 珍妮福认为 她的一切不幸 都是父母造成的 转而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起了杀刑 2010年10月8日 珍妮福再次和男友丹尼尔取得联系 两人共同商量了一个计划 以一万美元聘请专业杀手杀死父母 然后由珍妮福继承父母的遗产 并获得50多万的保险金 这样一来 他们既能自由地在一起 还有大笔钱可以用来逍遥 在男友的介绍下 珍妮福找到了一名叫伦夫德的杀手 以后尤伦福德联系了狙击手 以及另一名杀手 开始了谋杀行动 2010年11月8日晚上10点 由于珍妮福的弟弟菲利克斯 在外地上学 所以并没有回家 工作了一天的叛家夫妇 进到卧室准备休息 而此时 珍妮福则假装在卧室睡觉 趁父母不注意时 他偷偷打开了家里的门锁 让早就串通好的三名杀手 直接走了进来 为了伪装成入室抢劫的样子 三名杀手将珍妮福绑在了栏杆上 并让珍妮福的父母交出所有钱 他们苦苦哀求杀手 不要伤害自己的女儿 急忙交出了手头的所有陷阱 结果还是被杀手 带到了地下室进行处决 珍妮福53岁的母亲 头上盖着毯子 被近距离射击三枪后当场死亡 而他56岁的父亲身中两枪 等杀手走后 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爬到了门前 最终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 至此 警方本以为这就是案件的全部真相 但珍妮福却向警方大吐苦水 战情又一次出现了反转 他声称 闯入家中的三个杀手是他找来的 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杀害父母 而是想自我了结 因为父母的严厉让他不堪重负 只是在最后一刻 他又退缩动摇不想死了 这一举动激怒了杀手 于是他们就把目标转移到了他的父母身上 这个说法让警方大吃一惊 一方面警方想要结案 就必须要对案件经过搞清楚 另一方面 珍妮福撒谎成性 万一这是珍妮福为了逃脱罪名 而编造的说辞呢 那么这三个杀手就从指示犯罪 变为了故意杀人 这事关陪审团的良心依据 所以警方决定 先将珍妮福的这个说法 陈交给检方 让检方调查之后再做定赌 警方将珍妮福所说的 杀手因他改变主意 而不想自尽 而迁怒于父母的这套说辞 递交给了检方 随后检方通过珍妮福手机里的 70万条短信 和电话机录中搜寻蛛丝马迹 最终检方 查找到了珍妮福预谋杀害父母的短信 并且拿着证据 在法庭上反驳珍妮福 检方称 珍妮福之所以开始策划谋杀父母 就是因为其父母逼迫他 在他们和男友丹尼尔之间做出选择 所以并不存在 杀手迁怒于珍妮福父母的这一情况 再加上杀手的口供也表明 一开始接到的 就是珍妮福刺杀他父母的委托 所以珍妮福的辩白并不成立 最终 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审判 五十多名证人出庭作证 提交了两百多份证物后 2014年 法庭宣判 这起案件中的珍妮福的男友丹尼尔 以及其中两名杀手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一名杀手被判监禁18年 珍妮福也因犯有一级谋杀罪 而被处罚终身监禁 25年内不得假释 宣判当天 珍妮福的父亲并没有出庭 而是写了一份向陪审团宣读的声明 在声明中 潘汉辉提到 当我失去妻子时 我同时也失去了女儿 我觉得我不再有家庭了 此事发生后 珍妮福的弟弟也因为精神遭受重创 患上了抑郁症 心灰意冷地搬去了东海岸生活 父亲和弟弟都向法院申请 即使珍妮福假释 也不能与他们见面 也就是说 珍妮福接下来的人生中 再也不会见到任何亲人 被宣判后的九年里 珍妮福始终坚持声称 自己是清白的 没有参与谋杀 也一直在提出上诉 就在今年的五月 他终于得偿所愿 检控方采取行动 要求加拿大最高法院介入 裁定当年的审判 是否存在失误 上诉法院也表示 九年前的主审法官 向陪审团针对案件 只提出了两种可能 一种是珍妮福计划谋杀双亲 另一种是珍妮福计划凶手 入室抢劫 父母在抢劫的过程中被枪杀 然而主审法官在这起案件中 没有考虑过过时杀人 和冲动杀人的可能 于是这起时隔多年的案件 将要再次被重新提起 但无论这次重审的结果如何 珍妮福一家支离破碎 已成定局 这起案件也让人不禁深思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从来不是胁迫与绑架 而孩子更不应该站在 父母的对立面 家人本是这世间最亲近的人 何以冷面相对 成为仇敌呢 关于这种案件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